多倫多一間伊朗餐廳 在以蝦戰爭一周年之際遭到破壞 店面被敲致粉碎 警方正在調查案件 但未定位仇恨罪案 何嘉碧伯德 保安片段拍到10月8日凌晨3時半 有人拿著取向店鋪玻璃狂敲 玻璃粉碎一地 之後再進入店鋪破壞 戴頭穿蓮帽衣服 戴口罩 手套 在餐廳內逗留了7分鐘 沒有留下指紋 但在同時都很憤怒 那是兩種情感 真的被滑倒了 店主以前是一名傳媒工作者 經常在社交媒體上 討論有關加沙戰爭 在網上多次與獨立省議員 Gody Gamari有個激烈交流 Gamari曾經在網上提及過餐廳的名字 目前警方已經介入調查 並且通知仇恨罪案組 Gamari10月9日 在社交媒體上發布 譴責一切形式的暴力